他是初代顶流流浪汉 靠着一张媲美巴黎男模的街拍照片走红了网络 人送外号西里哥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 他的身份是不一般的 从抗红英雄到西里哥 陈光荣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 网络爆红之后 与家人团聚的他 近况又如何了呢 统统这就开想 最开始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西里哥 就是以流浪汉的形象来出现的 在大家以为 这是某个明星或者是模特在凹造型 用这种独特的造型来出圈时 却不知道这西里哥原本就是一个流浪汉 这是他的真实状态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形态 也没有影响到西里哥俊郎的外表 在表面上看起来脏乱差的西里哥 让人能够感受到其与众不同的特质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走红 通过网络的力量和大量的转发 家人认出了西里哥 把他接回到了家中 原来西里哥本名叫做陈国荣 并非无父无母无儿无女的流浪汉 妻子突然去世 留下了两个孩子 爱妻的离世 让他深受打击 加上需要养家糊口 于是便背酒离乡的来到了外地去打工 那么他为何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 这跟他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他明明是家庭美满的抗红英雄 却突然成为了爆红网络的街头流浪汉 陈国荣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说起陈国荣曾经的经历也是让人十分的感慨 如果没有发生意外 陈国荣原本是成家的骄傲 家人都以他为自豪 陈国荣早年有过两年当兵的经历 还参与了1998年特大洪老灾害的抢险工作 荣获了二等功 不仅是家里的骄傲 也是当地居民心目当中非常值得钦佩的人 在弟弟的眼里 陈国荣一直都是他学习的榜样 在母亲的眼中 大儿子始终是这个家里边的顶梁柱 但这一切伴随着陈国荣退役回家而终结了 英雄的身份并没有让陈国荣更加容易找到工作 在家里人的帮助之下 在宁波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初期他还经常与家里边去取得联络 但是在后期随着收入越来越加的微薄 有着强烈自尊心的陈国荣 与家中的联系也就越来越少了 在外漂泊的这些年 他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收入 反而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导致患上了精神疾病 他的弟弟猜测可能是因为不堪生活的重压 太过想念自己的妻子 才会成为如今这个样子 希丽哥走红之后与家人团聚 他如今的生活又怎样了呢 曾经是抗红英雄 如今却沦落为了漂泊无根的流浪汉 网络让希丽哥找到了家人 但却没有办法帮助希丽哥走出人生的困境 希丽哥虽然曾经走红于网络 但是他本人却不明白自己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 在回到家庭之后 家里人也曾经想借助希丽哥的人气 让家里边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一些 于是在众多抛来的橄榄枝当中 选择了一家比较好的 将希丽哥送到了经纪公司 但是他本人是非常畏惧镜头的 也不太会与人沟通 毕竟希丽哥本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本身与人的沟通就比较困难 更何况面对那样多的镜头呢 现如今的希丽哥依然过着流浪的生活 他的牙齿也不知道为什么掉了很多 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这一切 陈国荣凭借抗红英雄这一身份 爱妻依然是留存人士 和他一起抚养自己的孩子 陈国荣也许不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如今的希丽哥能够与家人团聚 对于他的家人来说 已经是人间的姓氏之一了 但是命运对于陈国荣的折磨还没有结束 两个儿子由于全面的无人管教 大儿子已经入狱两次了 未来希丽哥的老年生活 也未必会过得十分的容易